哈喽大家好,我是Lisa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聊美国的大学制度 娃娃TV 最近呢,有很多高中生或者是家长会跑来问我很多问题 那我就有发现,台湾很多学生跟家长好像普遍都不太了解美国的大学制度 可能是跟台湾的有点不一样吧 他们都会以自己知道的台湾大学制度来问我很多问题 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大学制度 在美国大部分大学部的学生呢,都是被你所申请的那所大学所录取的 而不是被科系录取的 所以我当初申请博客来大学的时候呢,我是被博客来所录取 而不是被博客来音乐系所录取的 那大学生呢,在进入大学之后呢,会在一定的时间选择自己想要主修的科系 大部分的学校呢,不会要求学生一定要在大一的时候就决定自己想要学什么主修的科系 所以学生们可以多方尝试,找出自己想要主修的东西 那大部分的学校呢,都会要求学生在大三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自己的主修科系 因为都到大三呢,就代表离毕业不远了 如果到大三还决定不了的话,那可能就会来不及修还所有必修的课了 那我说大三,不是说你大三才可以决定哦 你大一大二的时候要决定也是可以的 当然啦,越早决定越早确定目标,相对的也会比较轻松 因为不会拿太多不必要的课 那当学生决定自己想要主修什么科系的时候呢 需要自己去跟那个科系做申请 大部分的系呢,只要做做书面公文申请一下就可以了 有些会有特别的资格要求,或者是要通过考试之类的 像是如果你要读日文系的话 那他们可能就会要求你要先有一些基本的日文基础之后才可以申请入系 所以你就要先去拿一些日文的课程 就像是音乐系,你要先有一些乐理知识 并且有一个会的乐器才可以入系 事实上我们Barketing音乐系在申请入系的要求是 你要先通过乐理考试、乐器考试跟试唱考试之后才可以入系 那你入系之后也不是说学校给你登记 你是什么系,你就是什么系了,只能修那个系的课 只要你想,而且符合修课资格就可以去修任何课程 像我就很喜欢日文 我在大学的时候有空就跑去修很多日文课 我一度还想要把日文变成我的复修 只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就放弃了 而我们音乐系也有很多不是音乐系的学生因为兴趣而跑来修课的 那在美国的大学呢,没有转系这个东西 大家大一大二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念你学院规定的那个共同科目课程 大家听清楚哦 是学院不是系所哦 也就是说不管你决定没有决定你要修修什么 你都要拿学院规定的共同科目课程 像是他们可能就会规定你要拿两节英文课 一节数学课,两节理科的课,两节文科的课等等的 那有一些大一大二就已经确定目标的学生会 一边拿共同科目的课程,一边拿自己major的课程 那转学生呢,一般大一大二在社区大学的时候呢 都是拿共同科目的课程 直到转学之后呢,才开始拿主修的课程 因为社区大学一般只有提供大学大一大二的共同科目课程 当然也有你要主修的课程啊 但那些在大学都是属于共同科目类的基础课 我们称它为lower division 社区大学呢,就只有提供lower division的课 那你主修的一些比较深层专业的课程呢 一般都是只有在四年制大学才有提供的upper division的课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之前的影片呢,有说过转学生比较没有时间可以双主修 因为社区大学只有lower division的课 而学生转学之后呢,就开始修自己主修的课程了 不像那些大一大二就已经在四年制大学确定目标的学生 可以一边拿共同科目的课程 一边拿自己主修的upper division的课程 那在四年制大学毕业的要求是 除了要完成你主修科系规定的课程之外 还要完成学院规定的课程才可以 像是我们伯克莱大学的文理学院就规定 要毕业要有总共120个学分 其中有60个学分呢,是学院规定的共同科目课程 另外60个学分,最少要有36个是你系所所规定的upper division课程 另外其中有6个必须要不是你主修科系的课 我差点被这6个学分搞死 因为其他科目我都不是很擅长 所以我就去打听找了三堂两个学分的比较容易的课来上 那学生修完所有规定的学分之后 学生需要自己去提出毕业申请 学校是不会帮你去做这件事的哦 他们不会看这个学生已经修完该修的学分 就通知这个学生你该毕业咯 当然啦,很多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也怕学生读太久脱太久都不毕业 就生不毕业新生一直来学校人满回换也不是办法 所以如果你读太久都没人毕业的话呢 学校会有一些催促的行动或处罚 像是有些学校就会让读超过时间的学生不能在正常学期来上课 只能在数期的时候呢,才能再来补完你还没上完的学分 因为数期呢,不是正常的学期 很多学生都会去放假或实习之类的 所以学校人会比较少 我是觉得台湾的大学是跟美国的研究所比较像啦 美国的研究所呢,是被学校当局跟特定的系所所录取的 而他们呢,就是专门单一的去学去研究他们主修的东西 虽然我没有在台湾读过大学啦 但听说台湾的大学好像就是这样子 他们是被大学跟系所录取的 然后就是专门读你系所主修的课程 所以很多人大学四年呢,都在自己系所的这个小圈子 周围的人呢,很多都是自己系所的人 上面学长姐,下面学弟妹 而美国的大学呢,是有学院这个大圈子 学生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拿不同的课程 认识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东西 所以美国大学没有班级这个东西 你每学期去上的每一节课基本上都可以遇到很多不同主修科系的同学 而一堂课里面呢,会有从大一到大四的同学都有 不会说一堂课里面全部都是同年级的学生 只有少数可能被荡掉回来重修的学生 好啦,那最后一件很重要的是 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等等的 大部分都是要大学毕业之后才可以去申请就读的 这些医学院、法学院之类的呢,都是研究所等级的课程 大学部呢,都没有这些课程 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大学读一个可能相关的科系 然后毕业之后呢,再进去专工 像我有认识的人在大学读的是经济的 毕业之后呢,就跑去读法律了 好啦,那大概就是这样啦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都欢迎留言或者是到WawaTV的Facebook粉丝团私讯我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 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 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另外Lisa也有Facebook跟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去帮我Follow按赞一下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